上期咱们上传了近日德国国家电视二台播出的一期专题 中国机器人称霸全世界 该节目从德国 也就是从西方视角解读中国制造2025 以及中国机器人急速发展现象 中国的科技全面崛起 对西方 对德国 对美国等等意味着什么 德国还需要对中国去风险化吗 节目说 中国制造2025设定的目标 现在已经实现了86% 而2025还没有过去 中国制造2025最大的成功当属中国航天 当然 在许多领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先者 比如太阳能电池板 另外 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等领域 中国也很快会成为世界领先者 一如既往 德国电视二台这节目 并非客观看到中国制造2025 而是从德国特有的阴暗视角进行解读 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邪恶论 可惜我没有什么本事 但我还是呼吁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 除非万不得已不要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 因为他们可以把采访素材按自己的意图 进行剪辑及断章取义或歪曲事实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不会让他变得更好 反而会越来越差 这就是我说的德国 这个视频上线仅三天时间 目前接近60万点击 约2300条网友评论 还是比较受到关注的 我们今天来看看网友评论 第一条评论 节目开头那位摩托车手 说的一针见血 面对这样的发展 人们根本无从抗拒 要么与时俱进 要么被时代淘汰 愿不愿意 根本就不是问题 继续往下 中国正在践行西方曾经做过的做法 通过不断创新与改进 创造财富 以汽车产业为例 昔日德国车企 曾开创安全气能 防暴死系统等多项革新 而今却只在相同技术框架下 更换外观设计 汽车本质始终停滞不前 反观中国车企 正在持续推出先进软件系统 与安全系统等创新成果 再往下 在讨论上 我们是世界冠军 在行动上 中国人是世界冠军 我们经常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那样 那又怎样呢 下一则 德国现在可千万别当那个输不起的失败者 我们虽然不再是出口冠军 但至少还是道德模范冠军 这也算有点价值吧 继续往下 中国是否已经超越西方 这个问题已经无需讨论 因为他们确实已经做到了 在科研创新领域 中国人确实做对了 政治体制或许存在争议 但在经济科技领域 中国人已经走到了我们前面 反观德国 我们更热衷于把钱浪费在官僚主义和群态关系上 而不是进行明智的投资 冯德兰曾经说过 德国要成为自动驾驶的创新之国 结果呢 又是一纸空文 毫无实质进展 而中国比亚迪已推出天眼之神系统 这堪称当前同类产品中的最佳 后来又说 德国要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 实际情况如何 出了无休止的讨论 如何监管AI外 毫无建树 与此同时 中国已经诞生了深度求索这样的AI先锋 德国这个曾经的工程师之国 究竟怎么了 再往下 错误观点澄清 一 多数中国车企都在盈利 实际上 以吉利·比亚迪为代表的大型车企 正在持续扩大营收规模 第二 视频五分钟的地方 在中国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中国年长者偏好德系车 而年轻人选择中国国产车 第三 确实补贴是构成价格优势的部分因素 但这一点经常被简单化的引用 比亚迪采用的是垂直整合模式 也就是说 从原材料生产到各个零部件的制造 软件以及整车的生产都在企业内部完成 大众现在与小鹏合作使用其软件 因为大众内部的研发未能成功 而且大众既不自行生产原材料 也很少自制零部件 所有部件都从外部供应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外包 这才是巨大成本优势的主要原因 但这点很少被提及 因为指责中国人获得不公平补贴要容易得多 比亚迪甚至拥有自己的运输船队 而我不认为大众有这样的配置 总的来说 必须承认 虽然各领域的补贴政策 某种程度上都不公平 但其他国家也在以不同形式进行补贴 美国人在疫情后 就通过了一个优先采购美国产品的法案 只是没引起多少关注 但性质完全相同 关键在于 中国能够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 并为行业提供稳定性 而德国却朝令夕改 比如突然取消对电动汽车 或太阳能电池板的补贴 导致整个行业崩溃 在取消太阳能组建补贴前 德国还是全球市场的领导者 如今 德国本国工业走向衰落 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 还有一大堆其他因素 使情况更加恶化 但我真心希望 未来几年能有所改变 虽然这可能只有通过保护性关税 和建立欧洲经济区才能实现 下一则 2015年之前 我曾在中国生活过多年 当时当我告诫人民 不要低估中国人 我们德国人不能躺在 过去的功劳不上时 遇到的绝大多数是 德国人的嘲笑和怀疑 继续往下 还有人敢声称自由市场能自动带来更多创新吗 尽管中国确实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 但由国家主导的对关键技术和社会的重点发展 显然比西方放任自流的市场混乱 取得了更多成就 在中国 技术进步和更有针对性的 促进社会参与的程度 明显更为突出 再往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有个问题 难道德国就没有对电动汽车的政府补贴吗 Mail次总理不是推出了5000亿欧元的财政计划 来推动技术 基础设施和经济复苏吗 下一则 在德国人们工作只是为了支付房租 继续往下 比较中国和德国 我们德国说得多 却什么也不做 再往下 中国这样的才叫政府为国家服务 而不是与国家作对 下一则 亚洲人正在通过数字化和自动化 解决人口结构问题 而不是通过引入未受教育的移民 来维持僵化的结构和过时的流程 亚洲人的做法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更成功之路 而欧洲未来或许只能作为亚洲人的旅游目的地存在 继续往下 我总觉得很夸张 怎么什么锅都往中国政府头上扣 结果把人们所有发明的功劳都贬低了 这些发明其实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 再往下 这个视频的主题很有趣 内容也很精彩 但某些地方那种怀疑一切的居高临下口吻实在令人不适 就为了保持所谓的道德优越感 虽然提出的批评确实有道理 但有时感觉就像是在自我安慰 没错 他们在这个领域是领先 但别忘了自由的代价 看看美国就知道 这种论调的说服力消退得有多快 下一则 视频5分钟40秒处 欧洲和美国在批评中国 明明我们这边有人挪用资金 把钱塞给银行和军工集团 我们自己本来也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和激励措施来扶持科技行业 结果我们做了什么 出台法规 法律和薪税种 我们的无能不是中国的错 下一则 在德国给汽车上牌要花一个月时间 继续往下 就凭我们的官僚体系 什么事都推进不了 再往下 德国在各个层面早就被甩在了后面 下一则 在德国要获得某项审批许可 需要耗时数年时间 下一则 为什么我们总自认为是好人 继续往下 这就是几十年来把生产转移到国外 任由创新技术被窃取或被收购的后果 继续往下 我们的孩子应该在学校学中文 这样他们以后才能找到保姆或服务员的工作 德国知识点评 按照当前科技进步的速度 或许今后这些工作都由机器人去完成 都轮不到德国人了 再往下 我对中国这个国家充满敬意 德国正在走向没落 下一则 中国制造的标签正在成为新的德国制造 这个当初为保护消费者免受劣质产品困扰而推出的标识 正在演变成为优秀品质的象征 下一则 关于中国的报道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是 一点抽花心灵 一些偏见 再加上一点红色恐慌和惶惑论的调味 继续往下 亲爱的德国电视二台 为什么背景音乐要配上这么危险的旋律 再往下 这篇报道反映了现实 德国人和欧洲人在无休止的讨论和争论 而中国人在行动 并且中国人是同心同德 共同行动的 下一则 我在德国学习了德语和汽车技术 我希望日后回到祖国中国时 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目前看来 我在德国这里或许能卖车 卖中国制造的汽车 继续往下 看完这篇报道后 不知怎么的 我想买中国股票了 再往下 报道中缺少关于中国军队设计机器人的信息提示 这让我感到害怕 下一则 记住一点 无论你们在什么事情上有多擅长 总有个中国人比你们强十倍 继续往下 节目中 中国使用不公平手段这个说法很蹊跷 其实际想表达的是 中国为普通消费者生产经济实惠的汽车 而非将贪婪牟利 作为核心宗旨 再往下 而节目结尾当然又挥舞道德大棒了 下一则 这是位在德国的北京人的留言 她说 我刚从北京回来 每次都能从我的祖国学到新东西 这次我母亲告诉我 她参加了一个机器人护理项目 她77岁了 正在一步一步学习如何操作机器人 为日后需要护理做准备 哈哈哈哈 再往下 美国的人工智能 无论如何都称不上聪明 我从未完成过任何一次聊天 里面的AI数十次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但它会学习吗 并不会 下一则 德国现在给人的感觉 简直就像个发展中国家 可惜啊 继续往下 还能说什么呢 所有向企业和政客呼吁 快钱不值得以技术流失 和窃取专有技术为代价的劝诫 都被人彻底无视了 下一则 村里没人愿意和这些记者说话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知道 会编造出什么样的谎言故事 下一则 17分钟44秒处 关于Deepseek自我审查 那么德国是否更好呢 在德国批评以色列的声音 被强行封口 继续往下 看到说深度求索 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的评论 确实让我隐峻不静 这点我不否认 但好笑的是 这个指责居然来自德国电视二台 真是讽刺 再往下 即使是贫穷国家 终有一天 也会通过投资到教育实现发展 下一则 这也是会德语的中国人的留言吧 他说 人工智能是所有西方互联网企业的头等大事 但当阿里巴巴优先发展人工智能时 就说他只为中共服务 这是什么逻辑啊 继续往下 中国照这样发展下去 十年后你们大可以忘记什么美国啊 什么欧洲了 下一则 中国并非民主国家 这点领导层也心知肚明 想在中国从政的人 需要拥有顶尖学府的优异成绩 反观我们这里 却是如360度外涨之流 这些彻头彻尾的无能之辈 在主导德国政治 这就是巨大差异所在 继续往下 中国人民那种无声而顺畅的运转方式 也让我隐约良想到机器人 再往下 向中国致敬 请继续保持 德国的政策正在导致德国制造的地位 日益下降 下一则 德国怎么了 对了 现在在这里可以抽大麻 还能一年选一次性别 继续往下 真好 我们数十年来 百百把专业技术送给全世界 还免费培训别人 现在报应来了 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这完全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 抹黑中国节目真是够夸张的 这到底是德国广播电台 还是美国的 OK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吧 看来油管上明智的网友还是不少的 比纯德国媒体上的评论 油管上的评论感觉更为理性 你们也这么看吗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